如果南斯拉夫没有解体 想必今天他还会有一席之地 可惜这个曾被世人定义为冷却绝情的恐怖笑话 随着二战的结束也彻底消亡 他们曾是二战德国党卫军最强对手 他们是日本做梦都想收割的队伍 他们更是莫索里尼这辈子都不想记起的噩梦 可这群自称是爱国者的家伙们 实则是隐狼入室 助纣为虐的恶魔撒旦 你问他们对敌人恐怖不恐怖 估计没几个人知道 但是对自己人真是恐怖无比 甚至于要自灭满门才能算是成员 这就是二战最纯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 什么是乌斯塔沙 所谓的乌斯塔沙 其实就是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地区的民族独立组织之一 克罗地亚早年自己也是个独立王国 不过那都是公元十世纪的老皇帝了 自从公元十一世纪开始 克罗地亚就长期被各路统治者占据 最后一任统治克罗地亚的是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在1918年就解体完犊子了 克罗地亚也就和斯洛文尼亚 塞尔维亚王国联合建国 也就有了日后的南斯拉夫王国 乌斯塔沙 组织名称来自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里的词汇 起义 原本是为了纪念黑塞哥维纳起义所创立的 然后被乌斯塔沙给拿去用了 这个组织建立之初的目的也很明确 那就是搞一次波兰壮阔的大起义 然后建立一个他们梦想中的大克罗地亚 只能说这个梦想还是挺有精神的 可是只要看一下乌斯塔沙的人员组成和办的事 那就觉得这个组织做的事成不了 首先来说乌斯塔沙这个组织就有问题 德国和意大利的纳粹分子 核心力量那都是些有文化的 希特勒再不济没上过大学 高中念过吧 而且当过兵打过仗 扛过枪流过血 那都是常见的 那是核心力量 起码人家有见识 有能力对吧 但乌斯塔沙不是 乌斯塔沙都是什么人呢 地痞无赖 街头混混 无业游民 全都是这些人组成的 平时干的事情 也和争取民族独立没什么关系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农村四大缺德士他们都干过了 什么夜踹寡妇们 挖掘护坟 打虾骂牙 吃月子奶 就这些缺德事他们都能做 平日除了欺负克罗地亚的老头 和小孩就没别的本事了 别说遇到南斯拉夫警察了 就是遇到拎着棍子的老百姓 他们都得跑路 堪称是克罗地亚地区 最没活力的右翼组织 可以说 乌斯塔沙的名声 别说在整个南斯拉夫了 就是在克罗地亚当地 都属于不受待见的 人厌狗烦都不足以形容他们了 但凡换个要脸的组织 估计都不可能还出来混 奈何乌斯塔沙内部 都是一群神经病和二百五 这些家伙还自我感觉良好 天天喊着自己 要让克罗地亚独立 那么乌斯塔沙打从1929年 创立到1940年 总共有多少名成员呢 抱歉 全组织累到一起 也就2500多人 放到欧洲各路右翼组织里 基本上属于城乡集合部的反动分子 说实话 就这个规模放到1940年的欧洲 别说要搞什么造反独立了 就是自我生存都成问题 可这群家伙呢 脑洞大到基本一不好了 他们还真敢出去闹事 当然了 闹事的结果 多半都是被南斯拉夫军警 就地按死 因为这群家伙的造反策略 就是冲进警察局 广播电台之类的地方 然后喊一嗓子 克罗地亚国成立了 就这样造反策略 他们没有被人打死 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这乌斯塔沙如此烂泥扶不上墙 还能活到1941年 夺取政权 就已经算是他们祖坟冒情烟了 而之所以这群玩意儿 还能有钱活动 而不是就地散伙 很大因素也是因为安特帕里维奇 和莫索里尼的关系比较好 还能从莫索里尼那边 要点经费过日子 说起这个安特帕里维奇 他可没什么光辉记录 也没打过仗 没有煽动能力 口才差 你翻翻这位的记录 他那记录简直是犯罪记录 谋杀 敲诈 强奸 勒索 吃喝嫖赌抽 坑猛拐骗偷 可以说这人那是无恶不作 五毒俱全 所以说他就没被德国人当回事 毕竟来说 挪威的吉斯林虽然能力不咋地吧 但起码当过挪威的国防部长 门生顾虑无数 没他帮助 德国人可不好进来 比利时的德格雷勒 虽然人脉不及吉斯林 但是人家有能力 而且一呼百应 没他也就没那么多瓦龙人帮助了 那么你说这位帕里维奇 他有什么呢 他和莫索里尼关系好 没看好到哪去 不然莫索里尼也不至于扔下了他 否则莫索里尼也不至于断了他的资金不是 而且这位帕里维奇爱好夺权 他最擅长这个了 他大脑里仅剩的一点脑细胞 都用在这上面了 所以乌斯塔莎能这么拉垮 也多亏了这个安特帕里维奇 原因也特别简单 因为他把乌斯塔莎里 真正有本事的人都给害死了 安特帕里维奇 虽然是乌斯塔莎的创始人之一 但他可不是什么一号领导人 人家乌斯塔莎的老大 原本是古斯塔夫·波切克 虽然说古斯塔夫·波切克的本事 也不怎么样 但肯定是比安特帕里维奇强太多了 因为你只要看看安特帕里维奇的记录 你就会发现这老兄的记录 就是一个犯罪百科大权 甭管是南斯拉夫法律上 有的或是没有的罪行 他基本上都犯了一遍 就凭他这个犯罪履历 小丑和他一比都算是干净人 猪连九族都他妈算是亲的 而前面说过的那位 古斯塔夫·波切克 在1933年就被人给暗杀掉了 暗杀他的就是那个安特帕里维奇 虽然对于政治上而言 杀掉自己正见不合的同伴 甚至兄弟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可是这种情况 一般出现在大权在握的时候 比如希特勒干掉罗姆 就属于这个情况 但是乌斯塔莎 连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都没有 连街头黑帮都不如的时候 这就搞起内轰来了 这也难怪德国人 那时候不稀罕他们 毕竟这种人忠诚度都很低 换谁也看不上他们 所以倒霉的乌斯塔莎 就被德国人给彻底无视了 于是乌斯塔莎组织 就在这种环境下混了一段时间 基本上穷的只能做黑道生意了 当然做的也不怎么样 小打小闹吧 差不多就是走死点东西啊 收个保护费之类的 都干这个了 如果我们把德国党卫军 比喻为虎金 日本军部比喻为普通的金鱼 意大利法西斯党是大清枪语 那乌斯塔莎估计也就是个 单细胞生物差不离 草旅虫那个级别 他没被德国定义为 非法组织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他太不起眼了 谁也没拿他当一回事 不过当德国和南斯拉夫 闹掰了的时候 帕里围起脑袋突然开窍了 当时克罗地亚最有影响力的政党 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袖 弗拉德克·麦奇克 拒绝了纳粹德国 提出的让他领导 克罗地亚新政府的邀请 乌斯塔莎抓住了这个机会 有几百人组成的一支 乌斯塔莎小分队 从意大利潜入克罗地亚境内 他们的长官斯拉夫科·克瓦特尼克 控制了萨格勒布警察局 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成立 这个流氓国家的名称 显然成功地迎合了克罗地亚人 从1102年开始就盼望独立的意愿 然后乌斯塔莎在外国占领军的帮助下 于1941年4月14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弗拉克·麦奇克 于同一天 号召人民与新政府合作 遵守新政府的法令 4月20号 安特帕里维奇抵达克罗地亚 随即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克罗地亚独立国 很快成为一个包括今天的克罗地亚 博黑和一部分塞尔维亚的 巴尔干地区大国 当然了 由于乌斯塔莎本身缺少强有力的军队 和其他国家机制控制他的领土 德国和意大利便把克罗地亚独立国 分为两个势力范围 由意大利控制的西南部 和由德国控制的东北部 希特勒安排的 帕里维奇也不敢反对 但是问题很快来了 因为如果按照德国那一套 克罗地亚人就成了 希特勒清除计划里的一部分 为此乌斯塔莎的这群250们 不得不编造出一整套理论 证明自己的血统 第一端乌斯塔莎分子 不得不依靠干掉自己的亲属 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而他们在克罗地亚的统治也不怎么样 基本上来说玩砸了 比如他们规定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 三分之一的一族人必须改姓天主教 三分之一的一族人必须被驱逐出境 三分之一的一族人必须彻底消失 于是他们就挥动自己的武器 肆意地决定周遭人的生命 这就导致被迫害的人又开始反抗 以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很快的反法西斯游击队 铁妥游击队和保皇党人 组织的切特尼克游击队先后成立 此时乌斯塔莎的乌合之众们 所组建的军队 更像是抵抗组织的后勤仓库 他们会大量地被歼灭或是投降 即便是那些纯乌斯塔莎分子组成的部队 往往也是被干掉的命 而且他们一旦抓到反抗分子就立刻残忍杀害 这就让人民的反抗进一步加剧 而乌斯塔莎呢 基本上成了德国和意大利都不待见的存在 反正他们干什么都不行 1945年 随着德国气数已尽 这让乌斯塔莎和帕维利奇等人绝望不已 在与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交手多次后 乌斯塔莎统治下的领土面积越来越小 高层之间也是矛盾不断 眼见大势已去的帕维利奇决定交权 并下令自己的部队坚持抵抗 并向英国人投降 而他自己和一家老小却脚底板抹油 溜了 抵达奥地利后不久 帕维利奇便见识了盟军对于纳粹战犯的态度 于是不久之后 他又前往南美的阿根廷去避难 1957年 正在街头闲逛的帕维利奇 遭到一名塞尔维亚青年的枪击 虽大难不死 却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两年后 帕维利奇终于在西班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至此恶魔重回地狱 与此同时 乌斯塔莎也将彻底成为二战中的笑话 更是欧中巴尔干半岛的耻辱 而在这之后 他们也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生生世世的代价 因为他们将遇到自己的勇士之敌 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铁托 在铁托的攻势下 乌斯塔莎组织会不成军 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